想象一下,阳光帅气的肖战不仅在屏幕上为我们带来了无数欢乐,就连他的办公室也充满了贴心和温暖。 在这悠闲的周末时光里,他为我们准备了一场世界盛宴。 纯白清爽的徐战身穿简洁的休闲装,每一个细节都透出青春与活力。 这样的他就像夏日里的一股清流,瞬间让人心情愉悦起来。 这条推文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。 网友们纷纷留言,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。 有网友说,哇,策划工作室真是太棒了。 每次都有新惊喜,有些网友调侃道,看来周末的家餐不仅是美食。 还有肖战的帅气照片呢,更有网友直接晒出了自己的屏保,说我已经把肖战的照片设为屏保了。 每次解锁手机都能看到他的笑容,真是太幸福了,看着这些评论,我不禁笑出声来。 此次由肖战工作室发起的推广,不仅让粉丝们感受到意外的关怀,也让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。 当然,肖战工作室这次的推送不仅仅是为了给粉丝们带来福利,他们还特别在推文中写道, 给周末加个buff,简直是双倍快乐。 这不仅让人好奇,这个buff究竟是什么呢? 有人说,这个buff可能是陆战工作室精心准备的一场线上活动,让大家在周末有更多的参与感和乐趣。 还有人认为,这个buff可能是肖战即将发布的新作品或新言语的预告,让大家提前感受到他的魅力。 不管是什么,这个buff都让人充满期待。 在肖战工作室的推荐下,我开始思考如何度过这个愉快的周末。 是待在家里追剧,还是约上朋友一起出去游玩? 是品尝美食,还是参加一场有趣的线下活动? 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,肖战办公室又发来了新的建议。 将假期变成你喜欢的频道,开启愉快的周末时光,这句话仿佛给我指明了方向。 是啊,周末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,应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安排。 于是我决定约上几个朋友一起去郊外野餐,享受大自然的清新与宁静。 当然,肖战工作室的推广并未止步于此。 他们在推文中还设计了互动环节,邀请粉丝们分享自己的周末计划。 这一举措不仅增强了粉丝们的参与感,也让他们感受到了肖战工作室的用心和关怀。